如果要针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针对这个当然最受欢迎的杂志 设计类杂志当然第二个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也是单一个栏位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也是一样游标放在这里 然后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最受欢迎应该是设计类杂志 应该在这里K栏最常购买的这个栏位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下最常购买的是哪一种杂志 哪一类杂志是最受欢迎的 OK那比如说最受最常购买的设计类杂志 把它拖拉到列 然后再把同样的栏再拖拉到区 OK它就会帮我们把不同就是这个设计类的杂志 来帮你做一个群组 那后面的话帮你做数量的加总 那各位可以看到数量最多的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这个广告设计类的杂志 居然是里面最多的 那接下来当然如果你把它做 结果呈现出来之后 当然还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希望最受欢迎的排在上面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会需要一个排序的动作 所以如果以后呢 假如说呢你希望这个地方呢再加一个排序功能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请你把游标再放在B4上面 然后呢 请你找到资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A到Z到Z到A就排序了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 直接点那个 大的在上面 小的在下面嘛 所以就Z到A 把它按一下Z到A 那实际上它就会帮我做个排序了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看到 这个最常购买的设计类杂志 第一名的话就广告设计 那第二名的话就平面设计 然后还有就是包装设计等等的 这三个应该是排在前三名 OK 那可是你做完这个调查之后的话 当然你就意有未见想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当然 考量的因素这个可能你们就针对什么 其实这个第三个问题 你们自行练习一下 这个应该是针对哪一个 你买购买杂志的时候 主要是考量 主要考量的因素是什么 里面的话有很多 所以请各位 是不是有没有名人推荐 或者是价格的因素等等的 这个其实也可以 再把它做一个统计分析 当然我们第四个问题 再来我们来看 第四个问题就是年龄层 那比如说我想知道 这个设计类杂志 他跟那个什么年龄有没有关系 是正相关呢? 还是负相关呢? 还是不相关? OK 所以我想知道说 是不是不同的年龄层 是不是会因为他的年龄 而会买不同类型的设计类杂志 假如说那当然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以后如果说你要针对是产品的话 比如说你是做一些产品销售的话 那一样 会不会因为不同年龄 买的类型的产品不同 OK那将来当然你做行销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把年龄考虑进去 或者甚至当然你可以把年龄改成性别 也可以把它改成职业别 也可以把它改成收入 当然这一定都会有关系的 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这个统计出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如果用那个 刚刚我们做的这一个 枢纽分析的话 其实除了列的分析之外 其实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再针对什么年龄 那年龄部分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年龄的 这个栏位再加进来 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要再分析的话 你可以再把年龄怎么样 这边有年龄吗 再拖拉到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会呈现一个 纵向跟横向的一个交错 然后并且让我显示出 不同年龄 它购买不同的杂志 它的数量各是多少 也就是说呢 针对这里面的那个不同年龄 它会有一个分布出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在这个不同的年龄 15岁以下 好像买最多是什么 空间规划 OK 然后呢 16到30的话 最多就广告设计 然后31到45 最多也是广告设计 OK 那不过呈现出来的话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 只有做一个动作 把年龄拖拉到栏 它就马上呈现出 我们要就 不过第一个会遇到的状况是 我们常见的 就是有些其实是没有的 零 因为它没有选建 比如说 15岁以下 它没有选 像什么 建筑跟居家 因为这年龄应该 对这些应该比较没兴趣 所以一般常见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没有资料的地方 理论上应该帮我补零吧 不过你现在如果自己按零的话 它没办法输入 那跟各位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希望这边里面 假设自动帮你补零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应该是 我印象中应该是 枢纽分析表的选项 枢纽分析表的选项 就会有一个就是若为空值 若为空 空储存格 那要显示成什么 预设是没有 就是保持空的 但是如果我们常遇到 就是里面应该 如果空的表示没有 就是数量是0的话 那你可以在显示的话 把它输入0就可以了 按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用0来显示 这样我觉得会看起来是相对 会比较正确一些些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蛮常见 所以顺便讲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年龄 有这个栏位的选项了 可是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个别性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知道广告设计 到底哪一些年龄 买的最多 那当然其他不要显示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其实还有一些 可以修改的地方 包含就是说这个有个箭头 假如我要只显示广告设计 其他不要显示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选择 这个地方点一下 那点一下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里面其实就是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它的排序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筛选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哪些留下 你就把它打勾 但是如果你不要显示的话 那一样的道理 你就不要打勾就好 把全选打勾取消 然后如果我想要分析广告设计 跟年龄的关联性的话 那我可以把广告设计打勾 然后呢 显示出来你会发现 那就会只有什么 只有这个 广告设计的 这个项目 就会看出不要的结果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也很简单 这边再点一下 然后呢 把全选打勾 或者是说 这边有个清除筛选 有个漏斗 然后叉叉 就是清除 就是不要筛选的意思 点一下 OK 它就恢复了 那另外有同意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刚刚是针对我的某一个产品 看到它的年龄 那可不可以颠倒过来 就是年龄 这个看到某个年龄 那其他年龄不要显示 那当然也是有啦 你会发现这边其实也有个箭头 一样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我想知道主力31到45岁 他们最常买的是哪一类杂志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显示出来的 那就会是什么 就是说呢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个年龄层 所购买的杂志 哪一个是最多的 那当然呢 其他还有哪一些地方 把它恢复的话一样 就是可以把它移除 清除掉 这样就恢复了 那其他还有哪一些 可能比较常用的功能 包含就是说 有的人说老师 我看到底下这个总计 跟这个总计 因为我的报表里面 不要这个东西 可以拿掉 其实是可以的 很简单 按右键 这边其实你会发现 这边有移除总计 如果你不要这个总计的话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它就不见了 那同样的方法 按右键 这边一样可以有移除总计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 也就是相对的 你的报表会比较清爽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结果 复制贴到别的地方去都可以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呢 上面这个名称 有没有 它预设叫蓝标签 可是如果你假设 你不要显示 这样一个讯息 你希望把它变成 比如两个字叫年龄的话 实际上你是可以在蓝标签 快点两下 上面的话其实是可以修改 它的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改成年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看出我们要的结果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 除了说有列的分析之外 还有蓝的分析 而且可以个别分析 另外的话呢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年龄当为主要的 然后设计类当为次要的 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啦 怎么怎么做 很简单 拖拉就可以了 我觉得 数据分析表真的还蛮方便的 你把它拖拉过来之后 把这个拖拉过去 有没有 那主客就分 就对调了 这个为主 这个为客 那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就从不同面向去做资料分析 有时候看到的结果 或许不一样 所以如果再回来的话 可以把它拿过来 把它拉过去 这样就OK了 那枢纽分析表 我是觉得好处就是说 他真的还蛮方便的 视觉化啦 滑鼠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用Python来写的话 那不得了 你用这个地方全部都要写程式 比如说你用Python里面的Pandas 他真的难度就相对困难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Python 我建议你还是先把枢纽分析表先学好 另外像微软也有个POWER BI 那POWER BI的话 其实等于是枢纽分析表的进阶版 OK 所以如果你要学那个 我建议你先把这个学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工具相对其他的工具 相对是友善太多了 OK 那最后呢可能又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除了说 设计类杂志跟年龄 我要做一个分析之外 那我也想要知道说 跟性别有没有关系 那如果我性别的条件想要带进来的话 那有没有地方可以再做第三个条件筛选 其实是他有保留一个筛选 所以如果你要第三个条件 你可以把性别有没有 拉到筛选 那你可以看到就有多个条件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男生跟女生在设计类杂志的年龄分布 也没有什么不同 那你可以再把性别加进来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点选 你会发现 如果你只要针对女性的话 那你按确定 他就女性的部分呈现了 那如果男性的话 又可以呈现男性的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个方式 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就可以再把漏斗怎么样 再把它改成全部 按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理论上 这三个条件加进来 你要分析的结果 其实相 就可以看到很多 本来你看不到的 这个资料呈现了 OK 然后 如果你要把它移除的话 就把它拉到上面就移除掉了 所以你要把它放下来 所以教育程度也可以 根据教育程度 再看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的面向 只要资料进来 那马上可以分析出 你要可能的 这个结果出现 那你最后再把报表做出来 其实结果就OK了 另外的话呢 当然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结果 再做成图的话 因为毕竟 你看数字 当然还是没有看图的来的亲切 所以如果我希望可以把 这一个最后分析的结果怎么样 可以再把它绘制成图形的话 那图的话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第几个 第三是九页 假如说啦 我希望呈现出来的结果 就是长得像我们这个讲义里面 最后最终的版本是希望说 类似像这样 那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可能是要 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标题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要有图例 第三个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地方人数部分 我要是垂直的 然后另外把我隔线画出来 并且帮我把所有的资料 都用直条图显示 那不同年龄层 用不同颜色呈现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出这样的结果来 OK 假如说 可能你们客户老板 他有一定的要求 他希望说 我希望看到这个图 是希望长什么样子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出来 就长那个样子的话 那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相关设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 也许玩玩看 因为我不确定说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对这些功能都熟悉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 OK 试试看